要是没有你 我这老爷早就 善良的心却遭人误解 表面上说什么都 内地里边打着小舅舅 我知道你田老婆不是为了起 我这儿子我都留给你 你是不是老糊涂 一般之才让他措手不及 干嘛呢 咱俩认识这么多年 有本就用了我得了 回看 现在是你早就够迟一个年 爸 我们想你 心动多亏由你爸妈 却忘不掉那个心结 你们在哪儿啊 今天收看 胡法的幕序 六级迷迷剧 心结第一集 不停转发 秀琳 永远都别回来了 快跑 爸 我们想你 我带你田老婆不是为了起 我这二十万都留给你 爸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就完了吗 我没做错任何事情 凭什么背这个黑锅呀 你不要害自己丢了工作 爸 你说我们要过这样的生活 凭着一句为我好 你剥夺了我做了一个男人的尊严 老婆 要是没有我 你这地子就完了 婚姻不是你让的选拟字 也不是一方让另一方屈服的法 你实话实说吧 你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你带着小梦逃出那个村子 不就是为了去追求自由吗 谢谢你 我什么都不要 谨慎出户 我只想带走属于我的自由 为什么直到现在 你还要带着这个承重的枷锁呢 我又选择自由的权利吗 现在的我 一无所有 兄弟 你愿意接受我吗 你小子又发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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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以后可别轻易相信别人吗 你小子又发财了 姑娘 以后可别轻易相信别人吗 冻住冻房 走 给我追 快跑 快快 快 不行 秀琳 永远都别回来了 快看 快跑 秀琳 快跑 永远都别回来了 死你了 快跑 快跑 秀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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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个好人 你是个好人 妈 你又做噩梦了 小梦 妈又把你吵醒了 妈做饭去 妈 妈 你是护工 怎么还老给田老伯做饭呢 田老伯啊 她病那么重 也没人照顾她 妈要多帮你帮帮她 爸 你说咱为了这个破房子 咱父子俩至于这样 就是我妈知道 她晚上也会给你托梦 告诉你 让你把房子给我 爸 咱现在趁着房市正热 咱把那房子卖了 我才能给你交医药费啊 嗯 桂康 今天是你走的第十一个年头 没有你 就没我们母女俩的今天 你保佑我早日凑足钱 治好小梦的腿 爸 我们想你 爸 谁啊 妈 怎么了 妈 那是什么呀 没事 妈一会儿上屋叶呀 让她们把玻璃装上 妈 我不害怕 你去上班吧 好 你在家好好吃饭 嗯 乖 妈妈 再见 嗯 嗯 嗨 大师早上好 每天对你起床的是梦想 是闹钟还是意外的惊吓呢 今天早上在我身边 就发生了一件很蹊跷的事情 一块石头砸碎了我们家的窗户 不知是哪家的孩子淘汰 爸 你干嘛 想看就别吃 想吃就别看了 哎呀 有风 孩子好不容易才回来一趟 这过不了两天又要出国了 你就让他看呗 你像他这么大的时候 还不是整天都抱着个收音机在那玩呢 妈 你不能这么总惯着他 哎呀 家里就这么一个宝贝 你说 不惯着他 惯谁啊 哎 还是奶奶最好了 我看你到了国外靠谁 人 哎 你看这领带 你这领带都记歪了 秋嫂 康琳记得用胡锡胡泡 鸡蛋要煎并会熟 太太 等山上你不要熟走啦 可以 给我打包带走 哎 妈 让我来吧 你这个不行 跟领导合照 胡思太抢风头了 秋嫂 把那个条文的给我 今天创业园剪彩 你那个发小叫什么来着 玩私木亏的一塌糊涂那个 刘大明 童大明 他八成也会去 你离他远着点啊 哎 秋嫂 哎 我那个云游放哪儿去了 我怎么找不到了 妈 你的保健品啊 我都让秋嫂给收到柜子里了 你要拿什么 让她给你拿 你别自己拿啊 年纪大了 注意安全 我才六十多岁 我就年纪大了 我这都是为了您好 你自己再弄一下好了 我先去公司了啊 秋嫂 走了 妈 我也走了啊 秀莲 你可来了 天光又来折腾她爸了 你快去看看吧 好 爸 你说句话 爸 不是 你说句话呀 爸 你说呀 爸 你干什么 吴秀莲 我早就警告过你 你烧怪我们家先生去 我就知道 我家传物是你找人砸的 这件事情我可以给你计较 但你这会儿你折腾老人 就是不行 难不成你还想跟我爸做小啊 我还得喊你生小妈呗 我卖这个房子 我也是为了给我爸交了个医药费 那你这么上心 你倒是给我爸交钱了 田老婆有医保 再说了 你这么做只会加重她的病情 有你这么当儿子的吗 我 你来一次 你把病一次 你说得像真的一样 这是个孽子 就是 那真的可以不用什么 这是孽子 田老婆 你怎么了 快去叫医生 田老婆卡弹了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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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去叫医生 老婆 老婆 快睡 是呀 病人 我 病人 病人 我谢谢你 熊天老公 不激动 咱们歇会儿 一会儿吃饭 我给你带了白粥鸡蛋和肉松 白粥 就这赶上白人 你好意思拿得出手啊 你 这今儿你 你再也不是玩的 你赶快走 再也不用来了 连老婆 你怎么样 哪里不舒服 我 我没事 我 我有钱 我有二十万 好 好 好 连老婆 您别太激动 别太激动 二十万 爸 二十万 你在哪儿呢 我看看 你干什么 你打着我干什么 我是我爸的儿子 我就说 我不愿意这个儿子 你给我滚 爸 你怎么说话 我可是亲手而上啊 别在医院喊 去 把老安叫你快去 你干什么 这是我爸 我拿我爸的家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告诉你 你现在已经影响到老人休息了 你还影响其他的病人 快 老安 老安 来来来来 我拿我爸的家 干什么你们 我爸 快点 爸 大家给我 爸 爸 第三届青年先锋创业交流大会 开幕仪式现在开始 今天第三届青年先锋创业交流大会 在我市隆重举行 上午经济开发区主任朱淳芬女士 和创业先锋杰出代表张有风先生 参与了奸材仪式 开创了青年扶持基金的奸河 我看单子共事 小蕾 小蕾 我说你也太聪明了 那老田的马上就要进班才了 全能藏着二十万 你对他这么好 这笔钱可守不了你的 你别乱说 我照顾田老婆不是为了钱 再说 他有多少钱跟我也没关系 行行行行 你上了伞 好久没见到小孟了 改天 改叫我买点好吃的 去看看一面的 秀莲 你还 秀莲 秀莲 咱俩也认识这么多年了 我对你的心思你是最了解的 要不然你就应了我得了 咱们两个一起过日子 总比你一个人好 你以前那个男人 也走了这么多年了 你何必将那一股劲呢 你放心 我肯定会对小孟好的 好不好 秀莲 护士长拉你过去他 他在盟主道等你 那你把这个给我送外 我哥去病房去 好的 等等等等等等 早饭没吃完 拿着 热乎的 拿着 赶紧去 没人等急了 去 好 我有点事先告辞了 行 那你先忙 张总 我是 汇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小冯 是刘主任推荐来的 这是我的名片 刘风啊找你个真不容易 您 这些先生不好意思 我找张总有点私事 您 对不起 这什么事啊 风哥 找你个真不容易 我有事找你带领 接不说话 去那边说 走 有风 有风 风哥 你看我知道啊 我呢把商业做亏了 江小嫂呢 不得爱钱 这个我都能接受 可是风哥 咱兄弟俩掏心窝说句话 你说做生意赚钱 哪儿那么一帆风顺的 这胜败还乃病假常事 谁敢保证这一辈子不亏 这话要说回来 风水轮流转 说不定哪一天啊 我佟大明又能东山再起了 这呀 他让我想起了我嫂子 她要咱就好了 你是说肃清 对 肃清嫂子 你怎么想起她来了 前一天啊 对啊 我在家收拾东西 无意中呢 发现了这个 我知道她对你的意义很重要 所以今天呢 特意把它带给你 有风 这好听 要是时间 我一定在找头 医生说让你多休息 苏清 苏清 谢谢你兄弟 风哥 咱兄弟来客气上 但是 你也知道兄弟我呀 今天给罗难了 我也是没有办法 再过来找你的 不过说实话 我这儿手里呢 刚好有个新的项目 这件事只要能做成了 我佟大明 必定动手再起 你说说看 我这儿是 天老伯 一会儿我带你出去 呼吸呼吸 鲜香空气 秀莲啊 要是没有你 我这老病早就完了 您还要长命百岁呢 孩子 您说您照顾我这个 找老头子这么久 衣服钱也不挣 我这欲信不认哪 看您说的 我这不也是趁着休息的时候 给您搭把手吗 行了 那您先歇会儿 我一会儿啊 推个轮椅来 等我一会儿啊 所以兄弟我呢 想投资这种高可继的 现代化的 养老服务社区项目 我个人觉得呀 他是毕业人能挣钱的 凤哥 你可是本市的 著名的成功的企业家 就以你的眼光来看 你觉得怎么样 喂 妈 怎么了 你怎么回事啊 奶奶摔倒了 我怎么办啊 你们在家等我 我马上回来 大鸣 凤哥 你这个项目 咱们回头再聊 我家里出了点事 我得先回去了 出什么事 我陪你去 不用了 我妈摔了一跤 我送她去医院 走了啊 凤哥 凤哥 花燃 赶紧砸把手 她已经到医院了 你忍着点啊 这是怎么了 我妈摔了 你不能这么移动伤者 是你 阿姨 您从哪摔下来的 从楼梯上面 你哪疼啊 医生救救我吧 我的腿都疼死了 我不是医生 我是医院的护工 孩子 你赶紧进去 找医生或者护士 让他们抬担架出来 好 你有没有什么绳子 或者是绑带什么的 我得给安姨做那个关节固定 有有有 麻烦你帮我扶一下 好 这个可以吗 好好 我还有 给这个 好 来 扶这 好 我没有什么那个 能固定用的东西 走 等我啊 你看这个可以吗 可以 妈 你再忍着点啊 绑好了 那个 你抬头 我抬脚 咱们一起给阿姨往外挪 阿姨准备好了吗 好 来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好 别动 别动 妈 你忍着点啊 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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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过来 好 快 来 搭把手 好 好了 走 谢谢你啊 谢谢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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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啊 你母亲是病故骨折 我建议啊 还是住院治疗 行 我马上去办理住院手续 你原来是不是学过急救啊 来的时候腿包扎得很好 避免你母亲二次伤害 没有 是你们医院的一位护工帮我处理的 对了医生 我想问一下 在哪儿能找到这位护工啊 护工啊 就在我们住院部 你可以去那儿问问 行 谢谢啊 你好 护士 你好 请问一下 刚才帮我母亲的那位护工 叫什么名字呀 上哪儿能找着她 她叫吴秀莲 现在这个时间 应该在三楼的住院部照顾病人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吴秀莲 听昊仁说咱妈摔了 如果不严重 今天晚上饭去 你可别耽误了啊 我来看你啊 我来看你啊 你看 我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 海鲜粥 我给你尝着 你尝尝 我不吃 拿走 爸 这可是海货 你尝尝就知道好吃了 来 来 来 海鲜粥都入不了你的眼 这吴秀莲把你养的可够丢的 吴秀莲 你好 我叫张勇峰 刚才多亏有你帮忙啊 您太客气了 我也是正好路过 这是一千块钱 就当是我的一点谢意 请您收下 张老板 这钱我不能要 您还是留着给阿姨买点盖片和补品的 老人骨折住院时间比较长 以后还要花不少钱呢 那这样 我看你能力也不错 如果想转阵当护士 我跟你们院长是熟人 可以帮你打个招呼 张老板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以我现在的能力 还当不了护士 谢谢您对我的认可 您太谦虚了 你把钱拿出来 别干嘛 田老国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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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别装了 你让别人戳我鸡娘骨 你就高兴了 是不是 我喊了你三十多年罢了 你这二十万你不给我 你给谁呀 你梁先生过得去吗 梁先生 你还有良心吗 你敢住着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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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 别说 钱放哪儿了 天生 你把钱放哪儿了 田哥 您干啥 我去吧 大夫 吴久连 你阴魂不散的盯着我爸 你是为了我爸 那二十万吧 你可够精的 表面上说什么都都要 内地里边打着小牛牛 爸 我跟你说啊 你可看明白了 这个女人心黑的呢 我跟你说 田光 你看你把田老婆 都气成什么样了 有你这么当儿子的吗 你还是人吗 你装什么圣母白莲花 像你这种女人 我跟你说 我贱得多了 不为钱 你能伺候这老头 你天生命见了你 田光 你给我闭嘴 他是你亲爸爸 你这么对他 你心安吗 你就是再混蛋 你还有机会尽效 可是我呢 我连我亲生父母的面 都没有见过 难怪他对这个老头这么好 他还真把他当亲爹了 这后宫也挺可怜的 兄弟 我这二十万 都留给你 别害怕我 不行 爸 你是不是老糊涂 我才是你亲生儿子啊 爸 你个畜生 你给我滚 我亲手 你放开 你干嘛呢 还给我 干嘛呢 放开 干嘛呢 你怎么省下你这 我靠你再重闹 把你送牌手上啊 你还神经病 放 把这家伙 家属 出去一下吧 我们要给病人体检呢 我不管 我要给保护 什么 把这 出去 哎呀 出去 你干什么 别看了 别看了 别走 哎呀 我这俩 你给我等着 我们可以听老伯提醒 再来我收拾你啊 可有没有办法 张老板 让您见笑了 吴秀莲 我觉得你没有做错 等着你 有风 您在这儿干嘛呢 吴秀莲 微信找你不回 电话找你不接 晚上约林总犯局 要磨蹭到什么时候 妈都骨折了 你还想着做生意啊 有病了看病 这跟林总犯局 有什么关系啊 你怎么没有人情味呢 我没人情味 没人情味 我来这儿干嘛 妈在哪个病房呢 奶奶 嗯 好像是蒋妈妈来了 爸 妈 一上来看你了 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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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是特别严重 以后叫你妈 当心着点 年纪大了 不禁衰 怎么又说我年纪大了 妈 你醒了 我早上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要拿什么东西 秋早给你拿 你别自己爬上爬下的 你看你 你就是不听 我给你买了一些补品 你呢 就在医院安心住着啊 家里有什么事 有我呢 秋风 你看你是现在走 还是再待会儿啊 走吧走吧 你们都走吧 我有昊然照顾我呢 行 那就让昊然陪着你啊妈 我俩今天还真有急事 你看这个点儿有堵车 我俩的饭局不能迟到 那我先走了啊 走吧 走吧 妈 那你好好休息 昊然照顾好奶 啊 嗯 爸 再见 嗯 嗯 洪大明他就是一个坑 你别往里嫌啊 这是我自己的事 什么叫做是你自己的事 我们不是夫妻吗 今天早上直播我看了 你画领带什么意思啊 这下游显得不好看吗 丽莎 你能不能别这么强势 我有我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你能有什么看法 没有我 公司能有今天吗 你走多少晚了 还不都是我给你付过来 那你也不能抹灭我的功劳啊 我没有不承认你的功劳 我是怕你重蹈覆辙 你觉得我现在是四十三岁还是十三岁 你要这么一直把我当孩子看吗 把你当孩子看不好吗 你们男人不就希望有人疼有人爱的吗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丽莎 今天的饭局我不去了 我身体不舒服 不舒服就去看病 少拿这个礼物我说事 可以 张总 要不去追一下张总 追什么追 开车 好 天老婆 你一定要注意休息啊 千万不能激动了啊 好好休息吧啊 不休息啊 别闹呀 你自己吞着呀 我自己吞着呀 没有什么呀 不用算不错吗 你这个东西都说了 我现在就说了 你这不错吗 我这不错吗 你这不错吗 你这不错吗 为何处的 我这不错吗 你这不错吗 我这不错吗 我这不错吗 再不错吗 好 大叔 大叔啊 大叔 大叔 你可能不认识我 我是秀莲的想好 来 咱们落落磕 秀莲是个好人 就是命太坏了 家里边还有一个确确的姑娘 这些年 为了给姑娘治这个腿 什么脏活累活的都干 我刚才听您说 要把钱留给秀莲 以她这个脾气她肯定不会要 如果您真有心 不妨立一个遗嘱 白痴黑子的写下来 要不然谁信哪 你说是吧 先聊啊 先聊 秀莲 今儿太阳不错 大叔去晒晒太阳吧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小老婆 咱们出去吧 来 坐 我喊了你三十多年的妈 你得二十万你不给我 你给谁 你良心还过得吹吗你 可是我呢 我连我亲生父母的面都没有见过 新年是个好人 就是命太坏了 如果您真有心 不妨立一个遗嘱 白痴黑子的写下来 要不然谁信哪 我准备小爷了 一起来吃吧 不用了 我去看看田老伯就回去了 哦 雪莲 你免费照顾老田头也很长时间了 他要真的给你二十万 您就拉着 别往外推 您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我都告诉过您 我照顾田老伯不是冲钱去的 又生气了 田老伯 田老伯 这怎么了这是 田老伯昏迷了 快去叫医生 田老伯 老师 老师 小娘 你 你 你拿着 这什么要 田老伯 你给我 不行 田老伯 这我不能要 这是你一辈子的辛苦钱 我不能要 我一定会把你当警官 我要做一次 千万不能给那个主人 哪怕是冤掉了 也不能给你 干什么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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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亢 十一年前 自己的生命救了 从此我告诉自己 要做一个好人来报答你 伺候田老婆是我心烦情愿的 这钱我不能要 可是按照田老婆的遗愿 这二十万就是捐了 也不能给他的不孝责 归亢 我该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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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给他捐好 秀莲 快点 秀莲 快跑 永远都别回来了 秀莲 小莫 你们在哪儿 大家看清楚了 这家医院就是我们老爷的生前住的医院 我们老爷的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钱 就攒了二十万 你们猜怎么着 我今天早上一来医院存折没了 大家说 这个医院是不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说 田先生 你已经影响到了医院的正常秩序 来 你给我对着镜头说 你是干什么的 你拿什么身份跟我说话 来来来 说说说 田先生 我是这个医院的院长 你有任何疑问 我们可以坐下来慢慢谈 如果你这样的话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如果你要硬来的话 我们只能报警 报警 有本事你把电视台的人都喊过来 你们医院吞了我老爷的二十万 你比我还好 有没有天理 有没有方法 大家说 田先生 你干什么打人是吧 你们院长打人了 打人了 打人了 打死人了 打死人了 院长打人 打人 打人 你就说你管不管 田先生 只要是医院的事情 我都管 我不管你做不做直播 你别忘了我们医院也是有监控的 所以我建议你冷静下来 我们换一个地方 坐下来把事情谈清楚 你看怎么样 你说去哪咱就去哪 好 谢谢您的配合 跟我来 我的要求很简单 把二十万还给我 要是找不到 你们医院陪着 可别乱说话 我这儿可开着直播呢 看姐来两根饼 加蛋加肠的 干啥呢 什么呀 你说 咋该的事啊你 你喊什么 你说给我下来 别吵了 你吵不吵是不是 我吵了 警察上场 快吵 吴秀莲被人贩子卖到偏远的农村 人贩子的行为 涉嫌拐卖妇女罪 而村民从人贩子手中 收买吴秀莲的行为 涉嫌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 田老伯的遗嘱属于自书遗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7条 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 著名年月日 田老伯在确立遗嘱时神志清醒 并且是他的主观意愿 因此此份遗嘱具备法律效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22条 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一词 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 伪造的遗嘱无效 另外田老伯将遗嘱交给吴秀莲使 在场的老蔡偷偷录下了遗嘱交接的视频 因此这个视频是证明吴秀莲手中遗嘱 真实性的有利证据 田光在父亲田老伯住院期间 没有尽到抚养和照顾的义务 对于田光的行为 可以少分或者部分遗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3条 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 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 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有着不幸绅士的吴秀莲 并没有埋怨命运的不公 而是善良以待尽心尽力照顾田老婆 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 而田老婆看在眼里感动于心 相比于贪婪的儿子田光 田老婆自愿把财产留给了吴秀莲 但这也给秀莲惹来了很多的麻烦 吴秀莲知道 这意外之财本就不属于她 而按照田老婆遗嘱 这二十万无论如何不能落入 不孝此田光手中 如今天田光为了拿到遗产 闹到医院了 接下来吴秀莲会如何应对呢 另外一边 吴秀莲的品行同时也打动了张悠峰 在医院门口尽力抢救母亲 相比较妻子的刁蛮和冷漠 吴秀莲的善良机智勇敢 让张悠峰有种莫名的心动 那么张悠峰和吴秀莲之间 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故事的最后 我们看到吴秀莲以为去世的丈夫桂康 其时还活着 他们一家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一家人能否团聚呢 请别错过我们的下一集故事 骗走了我爸二十万 什么医主肯定是假的 医主就是田老婆留给我的 就把钱还回去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就完了吗 不要让医院的人 更不要害自己丢了工作 佟大明他就是一个坑 你跳之前首先想想我跟公司 我说过了这个项目不行 200万不能投 感谢各位董事 对我跟公司的支持 你记住 我永远站在你这边 我想想什么你还不知道 老赵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我要是用一张假遗嘱给了田光那个傻小 吴秀莲啊吴秀莲 你不靠我 我还能靠谁